大家好我是浩尔 我看完他的影片了 有六個點我想要做回覆 因為我覺得這六個點如果沒有被說沒有說明的話 還是會被別人誤會 然後還是有一些流言蜚語 對那我就廢話不多說直接講 關於這個呢都30幾歲了 然後不會剪片怎麼找工作 他想要把這句話變成是地圖炮 那我不知道欸我覺得 這樣可以嗎 這樣是可以的 好那如果可以的話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我真的辯不過你了 就是你給我的感覺是在硬傲 那第二個點呢就是天使狗這個部分 他一直有說天使狗天使狗怎麼樣 那我就是耐心去找一下天使狗的出處 那被我找到了 天使狗最早的出處是這篇文章 我只能跟這篇版主說對不起了 因為對不起 對不起的點是我把你秀出來了 我把你這篇文章秀出來了 這篇文章是在2022年的5月30號 就有天使狗的這個名詞出現的 這個他一直想要把這件事 變成說是我發明的 或是我的觀眾發明的 我不知道這個人是不是我觀眾 我們吵架的點是在去年的9月多 這個2022年就出現的東西 然後你一直要說 是我發明這個東西的 我覺得這個也很不合理 你想要把這個罪狀 怪到我的頭上來 我也不知道怎麼樣 這什麼東西 他就已經先說了 因為我當初會聽到這個名詞的時候 也是從觀眾那邊聽來的 然後導致 後面去做了貼圖 那做了貼圖之後呢 你有來跟我反應 我們 當初在打DC電話的時候 你就有反應了 我有問你說 那天使狗的 天使狗的貼圖 要不要刪掉 你會不會不開心 我可是有這樣問的 如果我沒有這樣問的話 我出門被雷打死 我勇士不得超生 AV女優 全部退役 我就是有問你的 那你也說不用 那現在你又出了反了 又說 要把他拿掉什麼的 我就拿掉了 我確實拿掉了 我確實拿掉了 但我覺得 這個罪 這個罪 不是在我 你可以去看一下這篇文章 好不好 你可以去看一下這篇文章 不是我 我覺得Speed Run 完全就是搞錯重點了 我承認 我覺得你是 台灣POE界 算是很厲害的玩家了 大概有前幾名 前五名 可能是有的 可能是有 但我覺得你搞錯重點 重點 今天 會發生這件事的 源頭就是因為你 人身攻擊了 你是在場下 人身攻擊了 你不是在場上 你場上說我是垃圾BD 或是我說你是垃圾BD 是你在場下 你已經做了一些 不必要的舉動了 那才導致 我這次爆發了 你這個行為就跟 好像是NBA打球的 一個球星好了 他在場下 用拳頭打人 打完之後呢 對方想要報復 那 這時候打人的這個人 突然就說 我們場上解決 我們球場上解決 我覺得這樣很不合理 我承認 我跑speedrun 我比你爛 我承認我沒有在玩HC 我確實 就是一個 開心的玩家 賭博的玩家 在做一些 賺錢攻略的玩家 但是 我覺得場上跟場下 是兩回事 你給我的感覺 又是想要模糊焦點 第四點就是 你強調的 被ban7天這個東西 被ban7天這個事情 是因為騷擾別人 我不認為那天我做的行為有騷擾到你 因為 那時候你跟我吵架的時候是在找裝熟這件事情 那我就去找一些證據出來證明而已 那時候被ban我只能承認 我去騷擾了韓妹 我去騷擾了韓妹 所以 可能導致我被鎖了 我被鎖7天嘛 那你也不能說 我鎖7天就是騷擾到您 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怎麼知道了 因為我都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知道 這件事我覺得沒什麼好講 因為我認為我是騷擾韓妹被ban的 你覺得 你自己因為 天之狗這三個字 你過不去 你的心力 承受不了那個壓力的話 那 請您來跟 這篇文章的人 做討論 這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我這邊要跟俄寶道歉 對不起 我害你們 變成了 社會上 最黑暗的那一群的 對不起 我真的對不起 那最後的最後 呃其實我覺得 可能我這次的行為 導致到你 心裡有些不開心 或是 呃感覺 我的觀眾講的話 您會被侮辱 因為我確實 我發現觀眾的留言非常的 激烈非常的激動 我願意 代替觀眾跟你道歉 惡魔貓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惡魔貓我應該好好管那些 觀眾的嘴 對不起惡魔貓 我應該要沒收他們的鍵盤 對不起 惡魔貓我30歲了 我不會剪片 但最難受的點其實是 從您人生攻擊到現在 我並沒有收到過任何一句的 對不起 我的回復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不好 這也是我最後一支影片的 我不會再發任何的 關於這件事的影片的 你們可以 DC call in我或是 呃 在實況上跟我討論這件事情 那我已經不會再講了 那我也麻煩 各位我的粉絲或是 兒寶 或是觀眾們 不要再提起這件事了 因為這件事就當作 我被人生攻擊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那他要道歉我會接受 那他不道歉 那也沒辦法 對 那就是這樣子 那我今天影片就會到這裡 拜拜